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以为你唱首歌 我就会买你的账 岳家 要不然你也唱首歌 我听听 对不起 我今天来的仓错 别带嗓子 好 算你狠 这可以算是一句名人名言了 回头 我说 你把它洗起来 我把它装到镜框里面 把它裱起来装到镜框里面 现在看 是不是有钱的人脸皮都厚 这又可以算是一句名言呢 你记着啊 所有脸皮厚的人都特别容易成功 行了 也算你狠 打得也不错 只不过是看到了你 才成了滑铁炉了 行了 还挺有知识的嘛 你什么时候放弃比赛呢 三年前 为什么 三年前 我想打入十姐杯的预选赛 一开始要打得错 真的不错 最后一局 我只要打出七十二杆就行了 而且前九洞我打出的三十三杆的好成绩 我当时很兴奋 真的很兴奋 我认为胜券在握了 后九洞只要打出三十九杆就行了 彻底我来说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我当时心情很激动 我已经在想在世界杯上怎么打球了 好 结果呢 没想到我开始走下坡路 走路不看着点 没长眼睛 眼睛 眼睛 你撞着我了 傻 哇塞 好酷啊 我跟你说 这打球啊 跟做生意一样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评估风险 就像我们做房地产 现在是买方市场 而不是卖方市场 每开发一个楼盘 都会有风险的 是啊 是啊 哎呀 刘雨滩 哎呀 刘雨滩 这么着急回来干嘛 难得你出去散散心 早知道有刘教练陪着你们 我就不这么着急回来 把大家都晾在那 都谁 于建新 方杰 还有小菊 你早说 早说我也过去找你们多好 免得大家扫兴 我现在都回来了 你又这么说 回来更好 球场上更需要你 对不对 你可真会说话 黄老板怎么没来 你们不是谁都离不开谁吗 怎么 想他了 想他不行吗 他很好玩 好玩 那是假象 他可是大大的不好玩 我哪知道你们生意人 到底在想什么 我看的都是表面 你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 那照你这么说 做生意的没有一个好东西了 你现在不也是生意人吗 我算什么生意人 我可没那么多的弯子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请你吃饭吧 你的球还没打完呢 下午再打吧 走吧 爸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我先走了 拜拜 你这什么态度 把你们经理叫来 小姐对不起 我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还问我 我跟你说不着 赶紧把你们经理叫来 我 你这怎么回事 我才挑了几样东西 你看你态度 小姐 怎么了 什么事 你是经理 我是值班经理 值班经理 去去 我跟你说不着 我告诉你 赶紧把你们经理叫来 不然的话 我给你没完 你快到华强北来一趟 他们欺负我 你快到华强北来一趟 他们欺负我 什么事 你说清楚 你来了就知道了 我现在 我也 我也说不清楚 你以为我是小邦队员 成天到处灭火 有什么事你自己处理吧 我还有事 你 喂 小波 你姐又出事了 你快去华强北看一眼 好吧 好 你马上就去 你说她逛个商场 又到处惹事 来 继续吃 我喜欢狗熊 我喜欢狗熊 小军 小军 怎么是你 我在哪呢 你在梦里 正在跟大狗熊玩呢 狗熊 什么狗熊 你那个刘德明教练 是不是属狗熊的 你才属狗熊的呢 这可是你在梦里面 自己说的 这可是 你刚才在梦里面 自己说的 什么 我在梦里说的 你说什么了 我忘了 你去问问刘德明吧 你这人怎么婆婆妈妈的 你愿意说说 不愿意说算了 好好好 我告诉你 你说 德明 我喜欢狗熊 那是德明 给我讲的一个狗熊的故事 你还有没有新的故事 你给我讲一下 给你一讲 想得美 我有事 我先回去了 你是不是还要跟那个球场王子去约会啊 干什么 我说你可别太累了啊 你管得着吗 别走 一会儿我们点篝火 这篝火屋怎么样 不跳 我一会儿还得去唱歌 走了 小军 你别走啊 小军 别走啊 你管兄啊 刘教练 像你这样一天能打多少个球啊 我当职业选手的时候 一天能打一千两百多个球 没有数量哪有质量 刘教练 我只想和你探讨一个个人问题 希望你别介意 我个人认为 打球在于精而不在于东 照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精打我是傻打 看来我们不是一个路子 这么着 你直接跟刘梅说 我教不了你 让他教你 喂 刘经理吗 我是刘德明啊 我在上课呢 我简单说吧 你让我辅导一下 我今天辅导的 可他根本不听我的 我教不了他 等我回去再说好吗 像个小孩子 你们知道美国高尔苏日是哪天吗 是今天吗 是每年的七月一日 你是不是也想去参加比赛呀 当然啊 我太想去了 可有什么用呢 那是美国人的事儿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呀 不去就不去吧 也用不着羡慕他们 你不懂一个球手的心态 如果我不羡慕他们 我还算什么球手啊 我是不懂 别老球手球手的心态 我们是来散步的 又是来打球的 那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说什么了你又生气 行了你们俩 你们是来散步的 不是来吵嘴的 来 给你看 什么 漂亮吧 是白的 彩色的 你看这儿 就会弄些花样 你真漂亮 是啊 我又不是球手 我也没那么大的追求 成天就这儿花钱 我也没花你的钱 花谁钱也不行 你管不着 你再怎么说话 把她扔到水里面去 你 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金贵子 金贵子 你还不去追她 那手机肯定不是她自己买的 关你什么事啊 吃醋了 我就看不惯她 成天无聊的快乐 人家快乐你倒不高兴 那快乐不是好来的 我不想说那句话 走啊 走啊 人家欺负我 你也不管我 我不是叫小波去了吗 我让你保护我吗 你以后出去啊 少跟人吵架 谁跟他们吵架了 是不是他们态度有问题 我看你也要端正态度啊 你去看着人家欺负我 把我气死了你才高兴啊 不可理喻 你可理喻 别以为你干的事我不知道 我干什么了 你们男人那几根花花肠子 谁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给 清虚了 用得着谁跟我说什么吗 你还来劲啊 我没找你算账了 你都找我的茬了 叮账了 我先来办法 我先来办法 我先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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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功夫 我都要出来办法 或者说 我根本就不理解他 你怎么不理解他 我一看他挥球杆的姿势 我就别扭 林冠雄刚来 你经验比他丰富 以后多多指点他吧 我看还是他指点我吧 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跟人交流是最困难的 可是 干事业哪有一帆风顺的 一帆风顺不一帆风顺 我都不求了 最起码开心吧 不高兴 努力去做 那才叫事业嘛 刘大经理 您这话可真有点意思 咱们换换 你去交流好不好 我还想组织一支球队 想让你去当队长呢 别 我能力有限 我当好我的教练就行了 队长 我估计我没那么大能力 我走了 你们吃吧 我走了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昨天你姐跟人闹 到底怨谁啊 嗨 都怨 你没跟你姐说我在球场干什么吧 没 没有 我告诉你 你不要瞎说 我没有 你要是敢瞎说就回公司上班好了 我自己开车 晚上吃什么 我请你 我想吃 不暖菜 好啊 哪怕不能够朝鲜 风月呢 想吃一大才有感觉 才能分手好 我想说说话 想说话呢 就关掉 不想说的时候再听 你想说什么呀 非得想说什么才说话呀 你这人今天是怎么了 就没看见你高兴过几次 想说什么 我连个全国冠军都没拿到手 有什么可高兴的 我家又不是球场 你别老在我们家说这件事好不好 你昨天跟谁去海边了 我是你什么人我不知道 我不想知道 我走了 别拿走了吓唬我 我还真不吓唬 我真走 你去哪儿啊 还真走啊 他还没回来呢 去这女家打牌了 来 让爹地包包 这是干嘛呢 怎么那么高兴啊 赢钱了 当然了 是不是是不是 逗逗 逗逗 来 告诉爹地 妈妈赢了多少钱呢 我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不喜欢你成天去打牌 你就是不听 你有空去看看输什么都不行吗 我还天天跟你说呢 你别老整天泡在高尔夫球场 怎么了 我是男人 那是运动 男人怎么了 我那也是运动 我那是脑力运动 再说了 谁知道有什么东西 天天勾着你魂似的 你当我没脑子 他还得网民 放开 有什么话直说吧 我准备送给刘教练 一部新车 你凭什么送给我车 有什么条件吗 当然有条件了 你离开洛小区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告诉你方姐 如果现在罗小区是你的 我给你一辆车你给我吗 你把罗小区当成什么了 你把我刘德鸣当成什么人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我和罗小区已经出过海了 玩得很开心 谈得也很愉快 好 我告诉你 如果你还不知道 那我们就公开竞争 恐怕到时候 你是人才两空 连个汽车轮胎也捞不着了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自己有两糟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是有老婆的人 这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现在是单身汉 好 好 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事 但我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 不用我送你了 用不着 我怕你自己开车都会掉到海里去 那你就好好考虑考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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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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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